欢迎来到长春养生密码单元 乳癌是妇女常发生的癌症 但不只是妇女喔 现在乳癌还有年轻化的趋势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乳癌防治基金会董事长张金坚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董事长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乳癌的硬块呢 它其实不太会痛 所以很多人其实有乳癌了 自己是完全没有发现的 那么刚刚也有听到 乳癌在台湾有年轻化的趋势 这是为什么呢 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台湾在临近的像香港 新加坡 日本 韩国 乃至于泰国 马来西亚 还有大陆 奇怪我们年龄的高峰 就是在45到69 或45到65 美国是从55到80 780那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是随着年老 发生率一直很高 那我们年轻的 我们常常把定义说 年轻型的时候 就40岁以前的 那这些40岁以前的 我们差不多占了16%左右 那美国差不多9% 甚至有人说还是低估 差不多才8或7 所以我们族族多了两倍 甚至一到两倍半之多 那么大家推教起来 到底怎么样 还不是很了解 不过就是它是不是这个种族的关系有关系 另外一个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亚洲的地方 我们这种 比如说曝露在这种环境荷尔蒙 或者我们一些这种塑胶用品 或者我们热食或者外食用塑胶它带 它就会分泌出来 还有几年前这种小所谓的不好的瘦化剂 就是把果汁弄得比较漂亮的那种 这些在在都是有一些女性荷尔蒙 也许这样造就了这些比较年轻化 至于真正的原因还不是很清楚 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政府就很热心 很积极地在了解 我们的筛检政策要跟欧美一样吗 所以后面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 比较初期的这些临床的这些试验 结果发现我们可以到提前到五岁 所以美国的检查是50岁到69 那我们现在提前到45来做 而且对于那些有家族史的 也就是家里有一个女性得了乳癌 她的二等亲如果也得乳癌 就提前到40岁 那这个是每两年做一次 那这个每两年就是做 用这个乳房X光的摄影 那这样来做 结果发现她 这个是一个表我们这个 乳癌的筛检 乳癌的筛检以后 要及早发现 及早发现 筛检像刚才我们主持人你讲的 就是说到了总块 那普通都是第一期末第二期 甚至于第三期的 那其实她是一个不痛的 而且摸不到的 不痛她根本没办法发现 所以要透过什么方式 透过就是乳癌X光的摄影 那这样的话 我们做了这么大的这个统计是 最重要的我们就是发现 如果你有筛检的 这一组是没筛检的 那这个有筛检的 可以降低死亡率41% 而且可以减少这些30%是晚期的 换句话说这个没有做的 它多了这个第三期第四期的 多了30% 当然这个一做的话 你就会有一点过度诊断 也就是说有一些良性的 你也因为怀疑它是恶性 去把它做不必要的开刀 不过这个是过度诊断 只有13% 所以你比起降低死亡率来说 这个是一个经济效益有 而且真的是帮助了病人 而且降低了死亡率 所以这样的话 这种检查就变成很有效 所以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一直在叮咛着我们妇女 要去做这种乳癌X光的摄影 但是做的人还是很少 因为大部分人听到乳房摄影 好像就觉得很痛 对 大部分人怕痛就不去了 对 我们有统计过 到底为什么有的人就不去做 就听到人家说会痛 有人做了一次以后就不做 这些大部分都是怕痛 因为这个筛检的时候 这个乳癌X光是要上下把它压一次 侧面压一次 那么压得越薄 它的解消能力越强 压得越薄 它附射的剂量又越少 所以就会把它压得稍微 真的会痛 但是你痛可以 降低了这个乳癌的发生 而且可以让得到好的这个 万一得也是早期的 治疗的效果就很好 值得忍耐的 所以就值得忍耐 另外有人就说忙 有人就是控制了 说没做没事情 做了就有事情 知道要等到惊 等到惊 事实上呢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筛检工具 所以我在这里也借这个机会 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做这个筛检 我们现在才40% 然后韩国 日本已经60% 那欧美也70%到80% 那这个我们还有改善跟努力的空间 做那样的乳房摄影要花的时间 也差不多十几分钟 对啊 那所以其实不用花太多时间 不要再拿太忙当借口 这个太忙或者痛做借口 有时候 婚医诊断出来已经是第三期 第四期 那佛存力又低 又要受治疗又比较痛苦 那种心理上 生理上的打击就很大 有另外一说就是 如果担心这个乳房摄影会痛的话 好像生理期结束那一周不要去 就可以减少疼痛的感觉 对 也有这一说 因为你生理期的时候就比较脏 那时候你来压 可能 而且就会痛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不错 还有现在有一种就是说 它在那里面布置得很温馨 而且这个技术也没有把它事先的叮咛 再加上放一个比较轻松柔和的音乐 这样就会 降低心理上面的抗拒 这个抗击跟负担 是 除了乳房摄影之外 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超音波吧 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一样 试用的对象你会不一样吗 对 其实超音波我们也很想把它拿来说 做这个筛检的工具 不过因为筛检的工具就是要自视的 那超音波都要依赖这个 我们这个医生的手用探头来做 所以这个一致性比较不好 所以到现在为止 乳房超音波是没有办法用来做一个筛检的工具 倒是呢 就是说你有一些症状啊 或者担心啊 到医院的话 对于年轻的女性来讲 因为年轻的女性 她正在这个有液菌 有这个的时候 这时候呢 她乳房是比较致密的 那这时候用超音波的几项能力就 不输这个乳房的X光摄影 所以这年轻的女性 超音波就比较好 那45岁以上 那这个摄影就可以跟超音波来并用 这个是在针对诊断 那至于之后筛检 那一定要就是要做这个 不管欧美 我们台湾 日本都一样 用这个乳房的X光摄影 好 在台湾乳房有年轻化的趋势 不过其实只要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 这个治愈率其实都还是蛮高的 今年谢谢董事长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更多健康资讯 也扫描荧幕上的QR Code 会有更完整的讯息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